难怪江南七怪屡败屡战 你看他们的历史原型是谁 和四大名著有关 金庸塑造角色的功底极深 那些江湖人物活灵活现 在金庸的陛下跃然之上 好比射雕英雄传的波茎 他正直善良 而黄荣则是古灵金怪跳脱活泼 至于江南七怪 他们虽然身为配角 但七人各有各的特色 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写完《风雪经变》这章节之后 江南七怪很快就在射雕英雄传里闪亮登场 江南七怪及柯震恶 朱聪 韩宝居 南西人 张阿生 全金发 韩晓莹 他们七人不仅是郭靖的启蒙老师 还是郭靖成为狭子大者的引入人 尤其是柯震恶 他号称废天蝙蝠 无论是地位还是武功 都跃居江南七怪之手 在历经桃花岛风波之后 柯震恶是江南七怪中的唯一幸存者 直到后续之作《神雕侠侣》落下帷幕 柯震恶依旧老当异壮 金庸借着江南七怪 不仅推动了《射雕英雄传》的剧情 他还让柯震恶目视少年杨过 从而由了杨过离开讨花岛 其中南山拜师学艺 最后邂逅小龙女的奇遇 在《神雕》末尾 金庸再次借着柯震恶 让杨过看清了 生负杨康的鲁山之面目 杨过彻底放下了仇恨 真真正正的蜕变为 杨善除恶的《神雕大侠》 可以这么说 江南七怪先在射雕时代 成就了郭靖 而郭靖 柯震恶又在神雕时代 胡乱反正 成了杨过 迷途之反的引路人 江南七怪的作用显而易见 但话说回来 江南七怪的武功 似乎稀松平常 却有着屡败屡战 越挫越勇的精神 在《射雕英雄传》的开篇 江南七怪及七人之力 大战全真叫邱楚基 即便江南七怪使出浑身血术 依旧没有拿下邱楚基 反而被断天德作收羽用之力 差一点全军覆没 为了追寻郭靖 江南七怪来到大漠 又和陈玄峰 梅超峰有过一番苦战 这一意更是让读者们 彻底看清了 江南七怪的真实战力 那时江南七怪 发现了黑风双煞的踪迹 为了出奇之胜 江南七怪制定了一个 周全的伏击计划 不过 柯震恶虽然打瞎了 梅超峰的眼睛 但江南七怪中的张阿生 也命丧当场 随着陈玄峰的赶到第一现场 江南七怪更是命拳一线 要不是少年郭靖 手持利刃击杀了陈玄峰 江南七怪早就命丧大漠 经此一意 不难看出 江南七怪的名头 虽然响亮 但七人的武功着实普通 就算占据了人力上的优势 依旧和东学吸毒 南地北盖相去甚远 说来奇怪 江南七怪应该对自己的武功 修为心知肚明 为何依旧屡败屡战 甚至不惜拼了性命 去越级挑战一些顶尖高手 尤其是江南七怪之手的柯震恶 他从射雕时代狂到神雕时代 先后和梅超峰 陈玄峰 顾阳峰 黄耀师等高手有过对决 即便到了神雕后期 江南七怪早已名存是亡 截然一身的柯震恶 依旧赶在铁枪庙木马杨康 怒持杨过 就算被杨过抓住一惊 高高举起 依旧面不改色 原文学道 柯震恶仰天长笑 说道 杨过啊杨过 你这小子好不小事 杨过怒道 我怎的不小事了 柯震恶笑道 事到如今 我非甜蝙蝠 早没把这条老命放在心上 便是在年轻力壮之时 柯震恶几时又畏惧于人了 你武功再高 也只能吓得到贪生怕死之辈 难道江南七怪是受人逼供的吗 柯震恶武功又不高 凭什么武所畏惧 笔者认为 除了柯震恶正气凛然 问心无愧之外 还和江南七怪的历史原型有关 喜欢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的武侠著作并非妄言 融合在了一起 《射雕英雄传》也不例外 早在《射雕英雄传》的开篇 金庸就提及了 郭靖和杨康的身世 原来郭靖是水博梁山 赛人贵 郭胜的后代 而杨康则是抗击名将杨再兴的后代 至于郭靖 杨康的名字 则是由靖康之耻延伸而来 可见 《射雕英雄传》不仅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而梁山108个好汉 也客观存在于金庸架构的江湖世界 通过《水浒传》 我们可以窥见江南七怪的历史原形 柯震恶极恶如仇 暴打不平 他的历史原形就是梁山好汉 王丁六 朱聪妙手空空 他的历史原形就是梁山好汉十千 南西人的肩上总扛着一副 由纯钢打造的扁单 他的历史原形则是梁山好汉的玉宝寺 韩宝居擅长养马 骑马 他的历史原形就是梁山好汉的断井柱 全金霸号称闹是一侠 一个闹是证明他的历史原形 是小贩出身的白日属白盛 张阿生虽然命丧大漠 没有和韩小莹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张阿生和韩小莹的历史原形 对应的是《水浒传》里的张青和孙二娘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江南七怪的武功 为何如此浅薄地位 原来他们七人是以水泊梁山的 王定六 白盛等人为原形 而王定六 白盛等人排在梁山 108位好汉的末尾 既然是梁山好汉 自然不管敌众我寡 也不去对手有多么强大 就算是屡败屡战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了